一起啦一起啦一起啦 哇太完整了这 我说这是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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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震撼了 四勺啊 这是吸的是铜链这 还有一个这个笔 还有一个笔 还有一个笔两个 两个勺两个笔 太漂亮这种 六十六十一是铜链 这太难得了 四川京县年耕摇木 专家赶到后 只见一株百年菩提 长在洞口 里面散发着阵阵寒光 当亲眼见到 残碑上雕刻的名文时 在场的众人不禁叹息道 我们都被雍正给骗了 那么问题来了 历史上的年大将军 到底是怎样的人 这座墓葬的背后 还隐藏着哪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年耕摇木的前世今生 足落于四川绵阳的安家镇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 乌矮间山林环绕绿树成荫 镜头中的这条水 当地人称为俄西 距今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 过去的百年间 村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清朝初年 大名鼎鼎的川山总督 天下兵马大元帅年耕摇 就葬在山中 一黄眼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天当地的考古队打破了镇子的平静 经过一番走访 从村长口中得知 年大将军的墓就矗立在百年菩提树下 距今已经走过了数百个春秋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研究人员翻山越岭来到了山腰下 只见粗壮的树干下 果然藏着一个漆黑的洞穴 走过去一看 竟是一座人工砌城的石门 两边还用凿子刻出麒麟样的纹饰 危言中不失华贵 年耕摇不是被贬了吗 怎么会还有这样奢侈的墓葬 带着疑惑 众人对四周进行了勘探 结果不勘不知道 竟然在角落里发现了铲子火药等痕迹 很明显盗墓贼已经截足先登了 一想到墓室里陪葬的宝贝 专家们头也不回就钻了进去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一条优髓的涌道若隐若现 等到大家抵达主墓室时 别说金银财宝了 连中央盛放的棺果都不一而废了 这群挖分掘墓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工作人员拿着放大镜一寸寸的寻找 希望可以找到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东西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三天傍晚 在墙缝里刨出了块石碑 虽然一脚残缺 但上面的字还是令所有人激动不已 川山总督年耕摇之墓 拨具表层的污垢 密密麻麻的文字浮现了出来 这是块墓志明 记载了这位传奇将军的一生 彼时的众人做梦都想不到 一个月后 这上面的信息将轰动整个考古界 四川京县年耕摇墓 专家赶到后 只见一株百年菩提长在洞口 里面散发着阵阵寒光 正当考古人员因为盗墓贼 截足先登而垂头丧气时 一块石碑突然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因为事关重大 他连夜被送往了研究所进行破译 半年后 当上面的文字公之于众时 所有人都惊讶得张大的嘴巴 年耕摇并非雍正一手提拔的 而是康熙朝的宠臣 他虽权清朝野 统帅天下兵马 但骨子里却是个文官 相信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 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因为热播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年大将军是老四印针一手提携起来的 作风狠辣 形式干练 甚至张口以包衣奴才自称 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年耕摇 出身正儿八经的官宦史家 他的父亲年霞灵 在康熙时期就官拜湖广巡抚 在家庭的熏陶下 小年耕摇勤提说话 公马贤熟 若冠之年就享誉内外 21岁参加科举 即金榜提名 高仲进士 后来又去汉陵院进修 其文章激扬豪放 深得康熙赏识 八年后 西南汉匪横行 朝廷几次出兵都无功而返 千军一发之际 这位少年英才被皇帝破格提拔 身为四川巡抚 奉旨剿匪 而年耕摇未报黄恩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他舍弃衙门一不解态 率领清兵手提刀剑 出没于深山老林间 最终荡平匪患 还四川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除此外 他还效仿礼宾 韩玉等先贤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 被黎明歌颂 不到40岁 就明洞朝野 成为了康熙眼里的红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位秦政爱明的政治新星 是如何沦落为阶下囚的呢 这一切和雍正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川惊县年耕摇目 专家赶到后 只见一株百年菩提长在通口 里面散发着阵阵寒光 在一块木质名上 记载了他和四阿哥印针 交往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和珅是因为贪财 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的话 那么年庚瑶则是因为狂妄 从未及人臣到跌入谷底 据青史稿记载 康熙61年 因为青海战场有功 年庚瑶从四川巡抚 着身为川山总督 消息传到众位皇子的耳朵里以后 连一项冷面的四爷都坐不住了 他当即娶了年庚瑶的妹子 从此二人结为利益集团 康熙驾崩 雍正继位后 更是第一时间赤丰年氏为贵妃 从此 年加身为皇亲国戚 富贵永享 对于这位大舅子 雍正是一万个放心 不仅罕见的把西北军权 全权交由年庚瑶支配 甚至连兵马梁响乃至是知府巡抚的生杀大权 都允许其先斩后奏 而年庚瑶呢 也用实力回敬了皇帝的宠信 公元1724年 罗布藏丹金发动武装叛乱 噩耗袭来 雍正拨然大怒 他急封大舅子为福远大将军 亲率大军讨伐 当年二月上旬 年庚瑶三路出兵 克服重重险峻 斩杀敌手八万 从此边关宁静 青海再无战事 彼时正值雍正登基第二年 国库空虚 根基未稳 年庚瑶大街的消息传来 他激动的直呼 谢天谢地 甚至当着满朝闻我之言 年庚瑶是大清的恩人 至此 年大将军便开始以晴天之臣自居 平日里不仅挥霍无度 甚至连二哥哥哥们都不放在眼里 最令雍正恼恨的是 这位大九哥居然私下陪职党羽 网罗人才 开始行不轨剑阅之事 众所周知 雍正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他一面暗中调查年庚瑶的恶行 一面继续封赏 麻痹这位封疆大利的神经 终于机会来了 公元1725年4月 雍正突然下旨 以嚣张跋扈罪 贬及为杭州将军 又过了一段时间 削去军权 降为闲散张经 负责看守城门 再后来 直接押解入京 打入牢狱 当着全天下人的面 宣读了年庚瑶92条大罪 刺其自尽 从平定边关 未及人臣 到后来的身败名裂 狼狈收场 年庚瑶成为了大清 有史以来 最跌宕的大人物 再后来 他的尸骨被下人们收敛 几经辗转 运到了四川 葬在了山林菩提下 原因既可怜 又现实 京城已无他的利锥之地 与其忍受无名 不如葬在这片 曾经爱戴他的地方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惊不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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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